感情澄清啊 我没有眷情 因为会计法复义传出和总统府意见不合而眷情消息的行政院长江一晃 他昨天非常郑重的澄清啊 他说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啊 从来没有提出书面和口头请辞 他昨天接往台东视察的时候 他低调解释 很多传闻不是事实 听听就好 他上任以来每天都是战战兢兢 全力以赴 五个月请辞两次 绝非事实 那么至于内阁改组的时间呢 现在认为有可能在八月的时候 因为马总统八月就要出访了 所以内阁征询完成 应该就会在八月上旬宣布 最晚呢 应该也在立法院新会期开议之前 应该也就会全部底定了